今天民進黨陸陸續續公佈了 他們一些跟國防政策有關的 有關的議題 是議題嗎 不是笑話 基本上面議題跟笑話是一樣的 當然我們會有時間 慢慢的一個一個討論 但是今天我們先從馬英九 在今天做了一個重大的政策宣示 那他還記得之前 當三年多前釣魚島的事件 快速的升溫之後 釣魚台快速升溫之後 馬英九提出了東海和平倡議 坦白講提了也被周圍的國家當作笑話 就是沒有人認真聽你講 但是馬英九今天再提南海和平倡議 而且這個時間點非常的重要 因為它剛好就是美國跟中國大陸 在南海的爭議 整個的軍事戰情 不管是軍艦的對峙 或者是海上飛機的這一些相互的喊話 其實對峙的是非常嚴重 可是如果我們真的關心台灣的前途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這一個區域其實是台灣的經貿的命脈 如果這一條海域我們喪失了 其實台灣整個的未來前景 都是非常岌岌可危的 鳳京長太好了 因為其實在當下就在今年 我個人稱之為南海元年 南海將進入多勢之秋 也會是多勢之春之冬之夏 未來每一年都多勢 因為美國從今年 其實從去年下半年開始 他把他大量的軍力跟大量的注意力 跟國際上的施壓議題 不斷地導入南海 我們在南海的周圍 其實這件事情 我們大概談到一些歷史的背景 你必須要為當下的國民政府 國民黨拍拍手 如果不是他1945年之後 在他自己都已經危急存亡 已經進了加護病房奄奄一席 他竟然還派了一支 不太像是艦隊的小規模的艦隊 把南海周圍做了踏勘 以至於今天除了東沙群島 台灣牢牢掌控 另外南沙群島當中的太平島 原來的最大島 也是由台灣長期駐軍 好 那到底南海在 我們不知道毫無所絕的情況之下 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我們說中美戰雲密布 其實國際強權 在台灣的家門口的衝突 一觸即發 美國的中央情報局的副局長 接受媒體訪問了說 主持人問他說 中美兩個強權會不會真的打起來 他說會 南海 那到底南海發生什麼事 我們交給晚軍星星 美國與中國在南海這個地區的 軍事對峙的狀況 已經讓全世界都非常的焦慮了 那在這個時候 馬英九總統提出了 南海和平倡議 我相信當然大家會覺得說 因為我們的小國 到底能不能夠提出 這樣的一個和平倡議 果然在網路上面 高達54%的人說 應該沒有人會理吧 17%的人還在酸碼總統說 這是在搶版面 甚至有16%的人提到 菲律賓遺傳的事情比較重要 不過當然今天剛剛發生的 這一個挾遺的事件 其實在外交部的介入之下 海巡署的介入之下 圓滿地達成了這個任務 不過也有13%的人提到了 利益良善 有趣的是沒有人特別提及 南海的這一個區域 其實是台灣經貿對外往來 最重要的命脈 運輸水域 如果這個地方 發生了任何的狀況 其實台灣都會跟著 在經貿發展上面 都岌岌可危 這是今日主導了 好 台灣 中華民國 曾經是在南沙群島 唯一駐軍的國家軍隊 我們曾經長期派駐 即使在面對兩岸高度的緊張 那隨時都可能擦槍走火 劍拔奴障 大開殺戒的情況下面 中華民國仍然把他精銳的 海軍陸戰隊的一支 擺在南沙群島的太平島上面 馬英九為什麼今天提了這個東西 這叫南海和平倡議 五呼籲 在三年多前 馬英九提了東海和平倡議 現在再提南海和平倡議 我們把內容 這不是今天的重點 而是一個影子 南海和平倡議的內容 第一個 避免任何身高緊張情勢的 單邊措施 第二個 擱置主權爭議 其實主要針對南沙群島 因為東沙是我們在掌控的 西沙現在是完全由中國在掌控的 第三個 建立南海區域資源開發合作機制 第四 全面規劃分區開發南海資源 第五 非傳統安全議題建立協調及合作機制 我想請問一下 來 我們先請到裕方委員 其實裕方委員他是對南海最熟悉的 可是因為大家都會覺得說 這好像是軍事議題 可是事實上裕方委員 我們拿到這一個整個亞洲地圖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是台灣 你發現說台灣 如果說現在有任何的貨品 不管是從東南亞 或者是從這個印度地區 乃至於遠到中東 歐洲地區 它所有的貨物往來 對不起 都要經過南海地區 所以其實這個地區是我們的生命命脈 如果這個地區 如果我們失去的話 那對不起 對台灣來講 我們其實就是被動的了 等著人家來決定 我們能不能夠航行 能不能夠通過 所以裕方委員 就你所知道 其實美國曾經一度逼台灣 要放棄我們在南海的主權 可是是馬英九堅持下來了之後 我們的南海主權到現在為止 沒有任何推讓 對 其實當然非常高層 有沒有直接跟馬總統施壓 我想應該有 只是說施的那個壓力有多強 美國最重要要施壓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中共現在強調了這些 對南海的主權 有很多是繼承中華民國的主權 所以美國的想法大概就是說 你如果說服台灣 放棄我們傳統的那個主權要求 那大概中共的這樣的一個論述 就會變得會薄弱很多 其實美國我相信它慢慢就會了解 中共不會管理這個 中共現在就講實力原則 的確 但風興講的是很對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貨物要到歐洲這些去 它要經過馬六甲海峽 那這個就要經過南海 所以南海如果這些島嶼 控制在不友好的勢力的手中的話 國家的手中的話 我們以後要進出馬六甲海峽 其實我們會受到干擾的 所以預防委員會不會有一天 萬一是被菲律賓掌控的話 我們不是漁船被挾持 我們會貨船都被挾持 當然現在菲律賓沒有那麼嚴重 現在當然是沒有 但是菲律賓你也比較小看它 因為日本是跟中共的這個爭議 從東海峽是延伸到南海去了 所以日本現在 在半買半送那些的 巡邏庭 巡邏庭給菲律賓 所以菲律賓本來已經低沉了一陣子 因為上次被我們狠狠地教訓了一下 你知道民進黨自己 常常罵馬鞍九 但是他是被馬鞍九比下去了 以前我們在台東有一條船 漁船 被菲律賓開槍一死一重傷 沒有賠償 沒有道歉 沒有欺凶什麼都沒有 那是陳水扁政府時代 對 蘇貞昌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可是到了上一次 去年 他又在打了小琉球的這個遺船 那這一次我們就很 就真的還很警告 大軍壓盡 因為以前民進黨的時代 是告訴我們的 北緯二十度是不下去的 所以遺船你如果過了 北緯二十度下去 我們不賦予 你被抓就你自己活該 所以你那時候常常聽到 就是台灣的船 不是被日本抓就被菲律賓抓 一抓去要回來 就幾百萬就要交出去 可是那一次事情出來以後 馬鞍九是下令我們的既得艦 跟海巡族其他船 就下了之後北緯二十度就下去 下去到十海里 二十海里的地方 因為被行凶被開槍的地方是 下面的十海里 所以最遠我們到達二十海里 那是貼著 幾乎是貼著菲律賓的海岸向前走 所以菲律賓被嚇到 所以賠償 道歉 而且這個氣凶 而且保證 今後絕對不再用槍 所以菲律賓低沉了一陣子 最近為什麼 昨天又給我們對峙起來 變得又囂張起來 最主要是日本人 下了很多力量在菲律賓 貸款給他 送船給他 然後貸款給他 讓他去買新的船 還陪他演習 所以如果我們在南海不強硬的話 對不起 各位說先處理 菲律賓漁船的事情 NO 菲律賓漁船的事情 會更層出不窮 那當然是這樣的 所以 坦白講在太平島的經營方面來講 大概馬英九是歷屆總統裡面 下最大功夫的 陸戰隊為什麼會撤回來 是我們的天才 李登輝 李登輝嘛 李登輝把他撤回來 他說我要給你們這些國家 附近的國家一個榜樣 我們把這個陸戰隊撤回來 我們把海巡族送上去 以後就變成治安的問題 不再是國家的這個 主權的鬥爭的問題 所以你們應該也要這樣做 誰鳥他 結果我們陸戰隊撤了 一撤了之後 人家通通進來了 撤回來以後 你現在馬上要再送回去 坦白講是滿難的 所以我們撤了之後是 越南就戰友了 然後 不是 那是更早 那個在1971年 那個1974年的事情 那我講的就是說 是李登輝 十幾年前做的這個事 可是我們撤了之後 菲律賓越南跟中國大陸 也有撤軍嗎 他們沒有撤 反而是更 他們的正規部隊 依然在他們佔領的島嶼 越來越強大 人員越來越多 武器越來越盡量 可是至少馬安九做了一件事 他說好 陸戰隊我一時沒有辦法 把你送回去 那現在你海巡族人 也要到太平島去了 你全部給我送到陸戰隊去 送出去 六個禮拜 被整了半死 所以海巡族人 等一間陸戰隊隊員 所以我兩度到太平島 你看那些 曬得非常黑以外 身體看起來蠻壯的 鬥志還蠻高昂的 這個是馬安九做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他就是修這個碼頭 這個碼頭今年年底就會修好 民進黨有立委跑出來 鬧說你用這個船 工作船 要把城鄉拖到那個地方放下來 要很特殊的船 這個特殊的船在亞洲 如果目前能夠找得到了就開國際標 那就利比亞的船 可是是中共是船東 那我們自己已經做了一半的說叫停 民進黨的立委出來鬧 有一個立委 他們高雄的 那我告訴你 最後我們也出來 就是一定要你要坐 中共應該不跟我們合作才對 他的船願意幫我們去 建馬路 和樂而不為 所以今年年底可以完工 未來可以挺三千噸的船 另外一個當然 直接跟我是最有關 因為當時我聽說 菲律賓的那個 越南的船隻 進入我們三千公尺的 近限制海域 然後還對我們的M艇 八艇擦身而過 對空鳴槍 我說你太囂張了一點嘛 其實預防委員提到了說 美國是真的施壓 這一個則是講大白話文的施壓 台灣 這司徒文說台灣應該要放棄 九段線的主張 請注意什麼叫做九段線的主張 關鍵就來了 這一個其實就是 台灣的南海主張 台灣認為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在當年的時候 曾經巡了整個太平洋的南海 巡了南海 然後畫了十一段線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它的九段線 就是延伸這一個十一段線 只是放棄了這兩段線而已 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老共他能夠有 整個的南海主張的來源 就是來自於中華民國 當初的主張 所以現在今天 蔡英文在嘉義的時候說 他不會放棄太平島 可是我們的問題來了 他不會放棄太平島 可是他會不會放棄九段線 結果南海就只剩下太平島了呢 所以從這裡你就要看到 馬英九的南海和平倡議 跟蔡英文一比啊 蔡英文就被比下去了 怎麼說呢 我補充一下剛才鳳馨所提到的 這個從印度洋 經過馬六甲海峽 到南海 進入太平洋 這是一條什麼 日本人把這個叫做 海上的生命線 是 剛才提到這經貿而已 我告訴大家 台灣的人員都是依賴外國的 都從中東北非那邊買過來的 從波斯灣 然後把人員運下來的 包含石油啦 天然機啦等等都是 大家想想看 如果有一天 我們南海沒有主權啦 南海的主權放棄掉了 然後任憑越南菲律賓 在那邊囂張 我們的貨輪被截了 我們的郵輪被截了 讓我請問你 台灣的能源就沒有了 對 就沒有了 那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是幾乎百分之百的能源 都是從這一個海 百分之九十八點五 從這個海域來的 沒有錯 對 所以它太重要了 第二個 大家知道吧 南海這一塊 叫做第二個波斯灣 它大概在1970年的時候 美國的能源專家 Emily 做了一個Emily報告 裡面提到了這裡面的石油天然氣的運藏 就是第二個波斯灣 所以在08年的時候 中油公司跟大陸的國營的中海油 雙方有簽一個協議 共同開發海底的石油天然氣 所以大家想想 它有多麼的重要 所以既是經貿的生命線 同時又蘊藏了很大的金礦 是 所以它對台灣整個經濟效益 對台灣的戰略安全 是非常非常關鍵的 那大陸呢 現在跟美國在爭霸權 所以南海變成是一個重點 所以南海風雲密布 戰雲密布 南海變成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火藥庫之一 中美之間隨時都可能在南海開戰 那美國是遇外國啊 它以什麼理由進來 所以美國就有了它下面的小弟 它的小弟叫做菲律賓 所以菲律賓在裡面就不斷跟中國大陸 黃岩島啦 仁愛礁啦 就不斷地鬧事 一鬧事 美國就可以說 我是老大哥 我是霸權 所以我要進來維持航行自由權 維持南海的秩序 好 那現在大家都在各爭各的 所以馬英有出來喊 南海和平倡議 要大家擱置主權爭議 為什麼 這地方的主權爭議有多少呢 除了兩岸 台灣 大陸以外 菲律賓 越南 馬來西亞 印尼 汶南 都是所謂的主權爭議國 大家不要爭主權了嘛 擱置主權爭議嘛 那有那麼多石油天然氣 又是這麼重要的海上運輸線 大家一起來資源共享 和平共處不是很好嗎 好 但是大家不要忘掉 南海和平倡議的前提是什麼 台灣也是南海和平倡議裡面 一個重要的主權國 對不對 這個叫不但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 也是捍衛南海的主權 中華民國在南海的主權 我覺得更是捍衛台灣的經貿 跟整個的生命的命脈 可是你現在回想起來 這個當年這一個十一段線 等一下 我先把 等一下重點講完 最後的結論 那現在呢 民進黨裡面的張旭誠 跟過去做過國防部副部長的柯成亨 他們提了一個建議 這個建議當然是呼應美國人的 放棄九段線U型線的一種說法 就是說要台灣放棄南海的主權 那蔡英文基本上我所了解的 是比較傾向於張旭誠的 放棄南海主權 所以今天蔡英文講說 他不放棄太平島 可是他有可能會放棄這個九段線 當然 那你放棄了九段線 我們的教科書講的難道真母暗殺 他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那你太平島還保得住嗎 你認為旁邊的菲律賓跟越南 他們不會去爭奪你的太平島嗎 現在虎視眈眈 是 越南已經在太平島旁邊的 蹲遷沙洲 已經洪修島 已經佈置重兵 隨時拿下太平島 太平島原來是南沙的第一大島 而且有淡水 還可以駐軍 唯一有淡水 還有跑道 機場的跑道 是多麼的重要 所以今天比較馬英九跟蔡英文 一比高下力派 我覺得這主權差距就非常大 馬英九在捍衛 中華民國在南海的主權 蔡英文是要放棄的 甚至蔡英文比陳水扁還不如 志賢 其實當年這個九段線 其實你回想起來是 民國34年 1945年的時候去劃設出來的 其實大家不要忘了 那時候才打完了二次世界大戰 這個兵疲馬困 結果那個時候的中華民國政府 居然還有餘力 去整個南海巡一遍 然後劃設出這十一段線 其實你稍微看一下當時的歷史 其實你會掉眼淚 你比照說 我每次想到這段都掉眼淚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2000年到2008年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在執行蔡英文現在講的 他們在南海的主權上 除了太平島以外 民進黨陳水扁執政的時候 都不表態喔 然後張旭成他們就一直說 我們台灣跟國民黨當年 所畫的十一段線沒有關係 好 我們為什麼說當時 看到那段歷史會掉眼淚 當時1946年 剛剛中國對日抗戰 竟產勝 產勝就是說 中國人軍跟民總共死傷 單一百顆全數說 死了三千萬人以上 最起碼喔 有很多人是沒有列入紀錄 都死了三千萬人 然後你所有的軍隊 其實都被打垮 都消滅了 空軍剩下沒有多少飛機 然後軍艦沒有幾個軍艦 這個時候1946年12月9日 嚴寒 冬天很冷 天氣不好 這個時候從廣東省 廣東省的一個漁港裡面 派出了四艘軍艦 去南沙的有兩艘 中艦跟永興艦 先走 先過去 然後就要去南沙 另外兩艘艦叫太平艦 跟中亞艦 你們看一下 這個就是太平艦 當時的歷史照片 這個是當時有哪些人呢 這是內政部的接收大員 叫鄭之約 精銳進出喔 然後這是太平艦 就叫太平艦 所以就要去太平島嘛 太平艦的艦長 太平艦到了才命名為太平島 對 太平艦的艦長 然後這下面這個是誰 這是南沙艦隊的指揮官 林尊 這裡面總共有七個大官 內政部 方育司 內政部剛剛中國產生之後 然後因為當時中國的艦 要趕快要建立 所以方育司 這很重要喔 然後廣東省 因為屬於靠近廣東嘛 然後空軍總部也派人 聯勤總部也派人 然後海軍的測量署 要去測量畫地圖 那個時候法國政府已經派人 已經佔領了南沙群島 所以那個時候必須要去 要派這艦隊去進駐 為什麼 要達成第一個 我要宣誓主權 然後我要接收 因為原來是日本人佔領的 我要接收回來 然後我宣誓主權說 確認主權是我的 然後那個時候有個口號叫 永固南疆 然後我派海軍測量組 去測量我那時候的地界 然後畫出來 才畫出那個十一段線 從內刻 然後畫出來以後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北緯四度 所以我們的南家政母暗殺 然後北緯四度是我們的 是 那你說後來民進黨的時候說 北緯二十度就不管了 對 你要為了要走 你知道我們到 然後我們衝到北緯制度 重點是說 從那一刻開始 對 中華民國的海軍陸戰隊 就在那裡 就進駐了 是 所以升旗典禮開始以後 兵就留在那邊 就沒有走了 一直到陳水扁 把兵拿走 距離台灣一千六百 那這邊就要請教一下賴一圈賴教授 其實當年李登輝 從這個太平島撤走了陸戰隊之後 其實他說 我做個示範 大家都撤軍 結果是剛好相反 各國反而是更加強了整個軍備 越南也好 菲律賓也好 他們其實搶佔更多的島礁 對不對 基本上我們的島礁的失去 可能要在更早之前 真的 更早之前 因為海軍陸戰隊的真正的派遣 應該是在1956年 也就是說我們在1956年的時候 我們的海軍有四大艦隊 就包括立威 立威艦 那麼他們到南部去巡役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到了太平島 我們也到了中葉島 我們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也要立揹 我們也正式派遣了海軍陸戰隊 守在那個地方 那就在那個時候 我們就看到菲律賓做了一個小動作 就同一年 菲律賓做了一個小動作 那小動作就是他們的 馬尼拉的這個航海學校 就派了幾個老師 學生 就過去到了中葉島 中葉島那是不是台灣的嗎 對 就是說他們發現中葉島 他們就這樣子 但是他們在自己宣布 然後他就採用這個 宣戰原則的方式 但是他們還不敢佔領 那時候還是我們的 那時候還是我們的 所以我們海軍陸戰隊 有守在這個太平島跟中葉島 那因為其他的島嶼上沒有淡水 所以基本上不能夠派兵駐守 所以我們絕大部分的兵 都是派在太平島能夠駐守 那因為中葉島離太平島很近 所以我們通常也可以把兵 派在那個地方 是的 那一直到大概在1971年的時候 大概在1971年的時候 這個時候天氣不好 我們把太平島的兵有做轉進的時候 那颱風一過 菲律賓就去佔領了 從那個時候我們就 所以現在太平島這些島 真的是不能隨便撤耶 不能撤 菲律賓跟越南真的是虎視眈眈耶 是 因為為什麼會越南 會去刺探太平島 就是說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情 就是因為當時越南 包括他們的駐台代表 其實已經在測試 我們對太平島的意志 那是已經在測試了 那他們也就是 他們先從這個外交 從台灣的雨情中 來測試太平島 那測試的方法是什麼呢 測試的方法是 他們先派他們的一些船 靠近我們的太平島 看我們的反應 也就是說我們本身的守備軍 看我們敢不敢打 敢不敢打 有沒有意志打 能不能打 還有我們的國內的民眾 我們的名氣可不可用 那個時候其實就是一個重要的 接著他們的駐台代表 就開始在摸底 看看台灣的名氣 還好我覺得當時 馬英九在這個部分 做了一件好事情 也就是說堅決的 要在這個方面表現我們的力量 所以太平島的跑道的心臟 什麼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之前還有很多人在倡議 說不能夠加強太平島的攻勢 不能夠再延伸太平島的跑道 提了很多很多的 各種奇奇怪怪的見解 這個都有過 但是當越南在測試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就已經看到了 太平島對 越南對太平島有野心 那我們 我覺得 馬總統在這個部分裡面 守住我們的這個主權 這個部分 他展現了他的意志 我覺得這個意志很重要 因為也讓越南知難而退 我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 一個關鍵的感覺 不過我們所學到的歷史 或者地理都說 太平島是南沙群島的第一大島 對不起 現在它已經不是第一大島了 現在第一大島 已經被人工造島 造成了第一大島的是 永蜀島 我們等一下就會看到那個畫面 我跟你講 它從原本的這個面貌 到現在的面貌 相差一百倍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要講一段 講一下這段的新聞的故事 好可憐 那個是CNN 對 那是CNN的報導 上個禮拜 美國做了一件事情 他用他的 他的P8的巡邏機 P8巡邏機 本來就在南海附近 轉來轉去 經常轉 但是他第一次 他帶著CNN 當事前沒有人知道 他把CNN記載 帶在飛機上 去幹什麼 就到南海 所有現在中國在購公的 幾個島嶼 中國在大概周圍 有七個島嶼在購公 就是在人工造島 是 那七個島嶼 大概剛好把整個太平島 都包圍起來 那七個島的購公的規模 所以我們太平島孤立在中間 旁邊有七個島 現在越來越大了 你知道嗎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畫面裡面 英文如果你來不及看 那個其實是很緊張的 P8其實是貼著 貼著就是說 現在就是說大陸 掌控了那幾個島嶼 貼著邊邊飛 所以你就不斷地聽到 大陸就是說 有拖耳位 對 通過吳先生不斷地呼叫他 警告他說你已經進入 這是中國海軍 你已經進到了我們的 我們的就是說 這個軍事的警戒區 你要立刻離開 然後你就看到CNN的記者 很緊張說趕快走吧 趕快走吧 然後你知道他呼叫幾次嗎 叫八次 好可怕 但他就是在叫的過程當中 叫希望就是說 希望就是說能夠讓這CNN 能夠把那幾個島的畫面 都拍完 我們今天談太平島的時候 我要講一個故事 你就知道就是說除了台灣 因為陷入到內部的政治紛擾 使得大家都忘記了太平島 台灣曾經在那個地方 擁有很穩固的一個基礎地位之外 你知道其他的國家 是怎麼去搶這些島的嗎 你們去查網路 可以查到一個叫做赤瓜礁海戰 赤瓜礁戰役是很有名的 你知道他們是怎麼打的嗎 那個島非常非常小 就它是比如說像這樣 礁 就這個礁它叫赤瓜礁 連島都談不上 然後越南一排人上來了 大概一百多人佔一排 因為那個島就那麼小 我看著你看著我 我的槍絕對打到你 你也打得打到我 這麼小的一個地方 佔一百人 沒有就差不多 就差不多 大概幾百公尺的範圍 就是越南人佔一排 好然後大陸也上來了一排人 一百七幾個也佔一排 大家就是要面對面 槍這樣對著 對著之後就看誰忍不住 結果就開槍了 開槍的時候大家就開始殺 然後那次的戰役當中 越南輸了 失掉了赤瓜礁 他們為了搶一個島礁 是這樣子殺的 台灣竟然連太平島 這樣的島都守不住 好不過大陸現在 也不守的是礁囉 它現在乾脆把它的礁 變成大島 在這邊其實就是永俗島 這個是去年七月的時候 還拍到的圓冒 其實這個大概一個足球場 它本來是個礁 對 差不多一個足球場 其實這個已經是 他們花了幾十年填海 形成這個樣子囉 因為本來海一來就淹沒掉了 好 去年七月的時候 還是一個足球場 現在大家看一下 這個整個軍事功倍 航空母艦 像個航空母艦一樣 不管是這裡面的這個港口 跑道 然後這上面還可以建工廠 非常完備 這是美國最怕的 對方 所以美國跟中國會高度對峙 其實跟這個永俗島的擴建有關 那當然 大陸是有一個大戰略的 它現在就是說 你美國的航空母艦對不對 我現在把每個島 就要變成一個小型的航空母艦 那我現在就在部署七艘在那裡 所以它是有一個戰略 所以永俗島是第一個完成這樣子目標的島 它後面還有六個島 這種小島的防禦 對於這樣的一個主權的維護 那是要拚決心的 你看那個韓國人跟日本人搶那個獨島 那個獨島 你看韓國人多強悍 日本就哪來沒辦法 太平島也一樣 我們就要靠意志力 我講蔡英文 你說現在 你現在才講 要選舉人才說 我們不會放棄太平島 那張旭誠跟柯誠亨 他發表內主要放棄南海主權的言論 這麼久了 你蔡英文有沒有出來講過一句話 指責從來沒有過 只到了選舉的時候才想起在遙遠的南海 我們還有一個最大的擁有淡水的 原本最大那個島叫太平島是我們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很可笑 我講過一句話 只有打敗這樣的軍隊才會放棄領土的 太平島是我們的島 我們還沒有打仗 那個失敗主意就出現了 這個是民進黨這種 我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好 可是呢 現在美國跟中國 你看到的剛剛還是P8巡邏機 所以它只是巡邏機而已 現在傳出來 載著CNN 這載著CNN的記者 所以CNN記者很緊張 因為八次 而且後面越喊越兇狠 然後你看到 其實接下來傳出來說 美國可能會考慮派出F-30 F-35的戰鬥機 那個那又很驚人 而且現在美中 其實已經有軍艦對峙 他們對峙的狀況如何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我們身為中華民國 太平島距離台灣 大概1600公里遠 這麼遠 你要去看那個島 當然不容易 就是看 就是剛剛警衛講的 靠你的決心 你知道除了我剛剛講的 越南跟中國在搶那個 搶那個赤瓜礁 兩排人這樣互相開槍 打到開 你看誰先死 非要搶到那個島 不可 再來你看菲律賓是怎麼搶的 菲律賓在一個叫仁愛礁的 你知道它怎麼搶那個礁嗎 它一條破船 它靠了那個礁之後 就觸礁了 卡在那個島礁上面 它就不走了 十多年 不走了之後 它十多年 它那個船上面 那個船都已經 因為反反覆覆的海浪衝突 它都已經破破爛爛 是的 就腐蝕了 那個根本剩個空船殼 可是船上那十幾個人 能夠輪搬 就是要吊房之後 十幾個人回來 再換十幾個人上去 結果那個就 就永遠十幾個人在上面 是 那條船 卡在那個島仁愛礁上面 然後那十幾個人卡在上頭 它就宣稱那個仁愛礁是它的 它用這種觸礁戰島的方式 這個是菲律賓跟越南 當然他們可能使用的 都是比較傳統的 那可是呢 美國跟中國大陸的那個對峙 我們看到的 剛剛是這個巡邏機 然後我們看到的 可能未來還有戰鬥機 可是其實現在 美國跟中國大陸 其實已經有軍艦對峙了 其實不只軍艦了 還有這個全球鷹 無人機 對 無人機 什麼叫做全球鷹 全球鷹是美國發展出來的 最先進的無人機 非常先進的無人機 可以高空 而且那個滯空的時間很長 可以高達這個二十幾個小時 那這個全球鷹也有過去 那美國 中國大陸對它實施電子干擾 想把它捕獲 所以後來它受到中國大陸 電子干擾以後 它就撤走了 不然的話 因為中國大陸也在嘗試 看能不能把它抓到 因為一般估計就是把它抓起來 迫降在潛灘 然後再用船去把它收回來 那個是高度軍事機密 所以後來美國就趕快撤走全球鷹 因為無人機很有可能會被擄獲 那所以有人機就進來了 那現在有人機跟無人機的搭配 會發生 接著我們就看到了 這個就是平海戰鬥艦 這是美國的濱海戰鬥艦 濱海戰鬥艦 這個也是美國最新發明的一種 其實它本來是為海巡署設計的 所以它是屬於近岸戰鬥艦 不是遠洋的戰鬥艦 這種戰鬥艦嚴格上來講的話 對於美國這種 要進行兩洋大作戰來講 這個船是不好的 是不實用的 它本來我們強調它是為海巡署 所以它一定要有前沿基地 例如說它現在用的基地 就是用新加坡的基地 它一定要有前沿基地 好 那如果有一天 假設它要用這個船 去跟中國大陸產生軍事對抗的話 那新加坡可能就不再借給它用了 因為新加坡要保持中立 它不見得願意給美國 作為軍事基地用 可是你現在的意思是說 現在這個戰鬥艦在南海嗎 是的 這個戰鬥艦已經在南海 新加坡的商品基地 對 而且因為這種船 它速度很快 它的速度可以高達每個小時 九十公里到一百公里左右 然後它的本身的作戰系統 它的作戰系統 因為它是三船體 三船體就是說它底下是三 有船體大概是這種形狀 有三個 所以它高速走的時候 速度非常快 幾乎是離開水面了 這種船它還有一種特色 就是說它的武器系統是組裝式的 也就是整個吊掛走 然後整個吊掛進來 那它的缺點也在這裡 它的優點就在於 它可以根據任務 馬上把它的武器系統吊掛上去 但它的缺點就是 一次只能用一套一種武器系統 可是它的優點就在於 它的速度很快 然後隱形 然後作戰力很強 好 那當它出現在南海的時候 那中國大陸也派了它的另外一個戰艦 就是導彈驅逐艦 最先進的導彈驅逐艦 對 中國自己製造的導彈驅逐艦 是的 那這種導彈驅逐艦它就尾隨在後面 也就是說 當美國的平海戰鬥艦在走的時候 中國的艦就跟在後面 只要你敢靠近南沙 所以這件事情在南海已經發生了 已經發生了 而且跟得很近 近到什麼程度呢 近到美國的這個平海戰鬥艦的直升機 起來的時候 都可以看得到 直接拍攝下來 那它就一直跟著你走 那這叫做什麼 這就是海中監視 那這樣的話也可以給你產生 一種威懾跟壓力 所以我們看到事實上 美國跟中國大陸在南海之間的 這種軍事上的一種較量 已經展開了 而不是 現在最緊張的情勢 還不只是這樣了 剛才我們提到說 剛剛有軍機 還有戰鬥艦都還不算什麼 當然不是 因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規定每一個國家 它的十二海浬 叫做臨海 你知道美國的華爾街日報 已經報導出來 美國的國防部五角大廈 裡面有高級官員 已經透露 說美國準備 美國不承認 不願意大陸再擴建 這七個島礁 所以美國準備派軍艦 進入這些島礁的十二海裏之內 你一旦美國的軍艦進到十二海裏之內 那就是侵害到中國大陸的主權 就看你敢不敢打 對 這時候就可能要發生 這時候如果中國大陸不敢回擊 不敢打 那這時候中國大陸內部的人民的 民族意識就崛起了 所以美國跟中國的這種 他們領海附近的對峙 就跟剛剛蝦龍講的 中國跟越南在島上面的那個對峙 問題是這兩個國家 是現在全世界第一大跟第二大的 兩個國家 這兩大之間如果發生了 在南海發生這個衝突 那不得了啦 那就要發生世界大戰 不過我們剛剛講的 還是台灣 中華民國 中國大陸 然後美國 菲律賓跟越南 各國現在戰火密布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們剛剛講到中國和越南 在南沙打了一仗 在西沙打了一仗 打完了之後 現在當然西沙是在中國的掌控 因此中國在幾年前設了三沙市 把西沙 南沙 以及看不太到的中沙 把它納入到三沙市的管轄 正式納入行政區 我們回頭去看自己台灣的 過去有關這段歷史的時候 其實是很辛酸的 我們確實在早期 我記得有一次我跟吳敦義聊到的時候 問到就是說 他還說中國的 中華民國的歷史的疆域 最難端到真摩安上 我聽到真摩安上 我就說好陌生 我說還有人會在講真摩安上 因為我們現在課本裡面 幾乎已經完全不談這些東西了 對 你如何去對我們的孩子教育說 在那個地方 其實我們曾經有歷史的責任 有歷史的承諾 有重大的利益 而今天竟然要放棄 好 不過這一個區域我們是宣誓主權的 可是你看到說不是只有菲律賓越南 在這邊軍事活動很強 中國大陸更是整個的造島是大規模來 一年之內把一個島造了一百倍大 好 那現在連日本都要參加 這個是日本首次的參加美國跟澳洲的聯合軍演 其實這就是擺明了衝著整個的南海來的 可是有趣的是美國民間有一種聲音 希望台灣也能夠參與美國這一邊 所以美國的眾議院曾經提議 台灣應該參加環太平洋軍事演習 每兩年一次了 這個是海上的演習 對 而參議院最新通過的 是希望台灣能夠參加他們空軍的 紅旗演習至顯 所以現在美國是想要把台灣日本通通都參進來 所以我們台灣變成美國的第五十一個州了嗎 因為很重要的 我們台灣的國民不叫台灣共和國 我們叫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固有疆域有沒有改 沒有改 我們的憲法裡面我們固有疆域 就是有包含政務暗殺對不起 所以我們在南海的我們的利益跟美國是不一樣的 美國利益很簡單 就是把中國的勢力趕出去 那這個中國就包含中華人民共和國 它是繼承中華民國 雖然因為在國力上它比我們強 所以它繼承我們的十一段線變成九段線 好 他要逼迫中國大陸 就是把台灣這隻小雞弄到我的翅膀底下 來來來來來 你是我的 那你是我的 你就不是他的 然後就把中國趕出去 然後你剛剛鳳馨講說日本 日本在北邊 南海跟它什麼關係 它都要過來 為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對日本跟美國來講 他們是共同敵人 就是一個 就是中國大陸 那日本又為了要伺候好美國這個老大哥 所以老大哥叫你往東 你就趕快來來來來 我也要 我也要 同時對日本來講 他趁這個時候 他只派四十個人 不算很多人 但他藉這個機會 他就開始從政他的武力 加入正式第一次開始加入軍演 因為以前他是不能夠有國防的 好 那在這種時候 你想想看 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 包括最民主的英國 當他碰到福克蘭群島的利益的時候 他又派兵去打 要沒有一個國家會放棄自己的領土 可是蔡英文 對 英國是從歐洲的那個地方 然後跑到南美洲阿根廷旁邊的 然後打勝了 他要他那個土地 他就是要 他就沒有人會放棄的 因為你放棄容易 你以後回不來了 更何況說南海的這個爭端 跟我們中華民國跟台灣 有太多太多的切身利益 是我們活下去 我們需要那條生命線 但是民進黨他現在很可怕的是 他很有可能採用一種 賣台的策略 你記不記得 他為了要當選 他跑到 派蕭美琴跑到美國去說 不要宣佈給馬英九 那個 美簽 好 亞投行 蔡英文曾經講過說 不要參加亞投行 那美國是希望台灣 不要參加亞投行的 可是馬英九抵抗美國的壓力 在最後一天申請的關頭 努力要參加亞投行 為了中華民國的利益 可是蔡英文現在很顯然 採用一種賣台的利益 為了他2016當選 要去伺候好美國人的利益 那在南海移撤退 余迴 在余迴或直接配合美國跟日本的利益 好 然後我來配合你 你來支持我當選2016的總統 所以蔡英文基本上 他知道這一次到美國去面試 他一樣在兩岸政策上 他是無法過關的 那用什麼樣的方式才能夠得分呢 補足兩岸政策的失分 他就想提出要放棄南海U型線 就是九段線 也就是說放棄中華民國 在南海的主權 用這個東西來討好美國人 來彌補他兩岸政策上面的失分 就把我們的命賣給美國卡住 所以這等於是賣台嘛 這個標標準準蔡英文的賣台行為 不過其實不只中國大陸在擴建島嶼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其實這周邊的所有的國家 這是馬來西亞 這個是台灣控制的太平島 然後這是越南控制的南威島 以及菲律賓控制的中葉島 這個中葉島 我們解中葉島就是當初中葉建的命名 是依照中華民國 當初派出的中葉建命名的中葉島 今天被菲律賓控制的 但有趣的地方你會發現到 這一些島嶼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就是他盡其可能的建造了一條跑道 對 建造了一條跑道 建造了一條跑道 這個菲律賓的中葉島更可愛 他的島沒辦法擴建了 他把跑道盡可能的擴建了 而目的都是要讓軍機起降 賴教授 是不是這樣子的狀況 是的 因為我們看到 其實在南太平洋這個地方 擴充或是做基本的基礎工程 其實美國一直在指控中國大陸 其實是站不住腳了 因為我們先看到日本在沖織鳥礁 它有做人力的工程 對 那即使他說我只是做一個碑 但是它主要造人工礁 然後造人工碑 它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把它變成島 然後把它擴充 成為這個主權 對 所以日本已經先這樣做了 1979年最早的其實就是菲律賓了 菲律賓建的 您剛剛看的那個跑道 那個機場 其實就是菲律賓在1979年就做了 就已經建好了 對 越南也做 那個馬來西亞也做 所以之前在2002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中國大陸跟東盟的國家說 我們訂了一個南海行為宣言 大家都擱自主權 然後都不要再建了 就按照限定都通過了 2002年都通過了 通過完了之後大家還是繼續 通過以後菲律賓就這樣 剛剛講仁愛嬌就這樣做嬌了 然後越南再繼續偷 再繼續搶 然後繼續做工程 中國大陸事實上 在這個東盟會議中 已經好多次一直在要求 應該要按照南海行為宣言 都不聽 我們要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我們要預告一下 因為明天我們要邀請 洪秀柱來現場 您有什麼問題要問洪秀柱的嗎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剛剛我們談南海的問題 南海的問題是台灣的命脈問題 當然談海洋法 你要知道海洋法是1982年 國際海洋法才出現 中華民國是在1946年 就已經畫了九段線了 對 好 但是誰能夠捍衛 中華民國的主權 包括在遙遠的一千六百公里 之外的南沙群島的太平島 選到誰當總統是很關鍵的 明天我們要訪問誰 訪問洪秀柱 那我們也開放所有的網友 都可以提出你們想要問 洪秀柱的問題 然後我們會在明天的節目裡頭 一一的來詢問洪秀柱 這個又酸又辣都不怕 因為既然要辣炒空心菜 不能怕山也不能怕辣 好 明天一起來 對 大家來好好的 麻辣一下 不過我不是說 我現在看到的問題 已經是很多元化了耶 有沒有問他感情生活 好像反而沒有 所以如果